好 妳有因為囤積感覺很苦嗎 來 我們就要送書給大家 趕快在我們的健康友方 FB按個讚 然後我們會有相關的訊息 遊戲規則請看一下在臉書 好 把書送給大家 我們先來看一下是誰 造就了Philis 可以今天成為一個整理專家 感謝妳的阿嬤 對 是媽媽 這個是以前我跟媽媽 同住的時候我們家的 阿娘 這是妳家 給大家猜猜看 看這個是什麼樣的空間呢 這個就是招旁 這是我們的餐桌 餐桌 看不到桌面 對嗎 看不到桌面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 非常喜歡收集知識的人 她去上了非常非常多的課 所以還有很多的教材 然後講義 書籍 然後各種儀器 材料 然後堆堆到最後 就是整個餐桌下面滿了之後 連餐桌上面都滿了 所以整個都被覆蓋住了 這個是冰箱前面的狀態 Oh my God 這冰箱其實也打不開對不對 對啊 對 所以通常囤積的人 也沒有辦法很健康的進食 因為他可能沒有辦法下廚 沒有辦法吃到新鮮的東西 他可能要常常買外面的高油 高熱量 高能更的東西 還有妳阿嬤很厲害 再來 各位先冰箱 再來就是這個是廚房的入口 廚房入口 這是廚房的入口 就是整個已經被堵死了 所以妳是進不去的 妳基本上無法在裡面 做任何烹調或清潔的動作 OK 好 應該說我本來的房間 是家裡的唯一淨土 是 但是經過一個招小偷的事件之後 我就 瞬間我就先搬到那個沙發上去住 然後一個禮拜回到我的房間之後 我就 我的房間就被媽媽囤成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這個是當時的浴室 沒有腳路 沒有地方可以站了 因為其實收納失靈的人 他們常常會把所有的檯面都鋪滿東西 對 所以妳看到不管是 騎手台上或者是馬桶水下上 任何的地方都會出現物品 是 我們要研究一下 我們要問一下鄧惠文醫師 這個是不是有病啊 還是不覺得自己有病啊 其實要看有沒有病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狂妄去隨便定義 怎麼生活才是對的 因為有些人並不希望他的房間太無聊 他就是要有很多東西的陪伴 很熱鬧 對 所以這部分要從心理來看的 就是有些人會藉由物品來逃避 生活上的挫折感 比方他覺得他沒有控制感 沒有人要聽他的 他可以擁有很多東西 對不對 東西拿來這裡就在這裡 東西也不會跑 可是妳看女兒 就是不聽話 要去學整理對不對 所以女兒很難控制 東西很好控制 所以他可以囤十本母女關係的書 可是他來替代他控制不了 女兒的感覺 這很多嘛 或者是說東西要給小孩吃 小孩就會抗拒啊 你現在吃的東西不健康 所以他就瓶瓶罐罐醃漬 就像剛剛講的老人家都會囤很多 想要裝他做的東西 這也是一種要把我的愛裝起來 這是逃避挫折 然後另外一種是在這裡面尋求滿足 如果他有一點閒錢的話 他去買東西 他就覺得很划算 一個十塊 然後兩個十五塊 他一定買兩個 他就覺得他賺五塊 所以他看著他滿屋的東西 他覺得他在賺錢 所以這種心態可能都還沒有到病 但他其實是囤積的事件 囤積的線上裡面佔大多數的人 我想我們大部分的觀眾朋友 可能落在這個區塊 可是大家沒有去算一下 你知道台北市一坪的坪數多少錢嗎 他坪數大概一坪到八十五萬 是不是 對 然後你兩坪拿來堆雜物 你就花一百七十萬 買一個空間給雜物住 不會整理就等於是囤積症嗎 這有沒有一些分類跟那個 吉祥不一樣 吉祥真的是不一樣 不會整理 要回到剛剛我們講的 有沒有影響到你的現實功能 你可以不會整理 但是如果它不影響到 你的人際關係 工作狀況 也會不會大家因為你家這樣子 就不來跟你來往 然後不會有你同住的人受不了 而離婚 搬出去 逃家 然後你也可以好好的工作 可是有一些人他這個不會整理 到了他要去上班找不到東西 然後公司交代的事情 拿回家裡會不見 會誤視 這樣子的話就已經不是不會整理 所以不會整理跟囤積症的那條線 就是有沒有影響到現實功能 那就是你在獲得東西 那獲得東西通常有一個衝動 就是要感覺到自己是我有能力 然後我有得到 那另外一種減食型的 通常有一種彌補的感覺 他會去減別人不要的東西 那減別人不要的東西的範圍很廣 他有時候也會去掃那種打折寂寞 真的沒有人要的東西 雖然他有花錢 可是那個也是一種減食的心態 這種人通常內心有某種創傷存在 例如他覺得他曾經被忽略 也就是他對那些被丟掉的東西 有某種認同感 那他也會去減這些東西 這是從心態上分的兩類 好 各位 講到這裡的時候 你有感到你有囤積症嗎 不太知道對不對 你問他一定說我沒有 我哪有 整間就是轉角遇到愛而已 各種阻礙 我們來評量一下 檢測一下 你有沒有囤積症 這個可以測量嗎 有 這國外的研究單位 有發展出一個評估的量表 因為這是美國的 專門研究囤積症的教授 叫Randy Frost教授 他發展出來的 因為大家都口說無憑 我說我家很亂 你說你家很亂 但是那個亂的程度 到底在哪裡 就是我們認知不一樣 比方說你生長在一個 很雜亂的家庭 你可能床上有個人形 你已經覺得要整潔了 可以睡進去 但是你家是一個 潔癖症的家庭 那裡長大 你可能會覺得 只要桌上有一點東西 這個就叫做亂 所以教授那時候 就發展出這個量表 說我們可以對著這個照片 看說 指認說 我們家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就評估現在是 同一個空間 如果你追到 來給鏡頭看 給鏡頭看 追到第一的時候 其實還好啦 還好就是你桌上 有一點包裝雜誌而已 然後第二 到第二可能你的 沒有就還好 就是你可能 扶手上已經開始有些東西了 然後就繼續往上堆 堆堆堆堆堆 然後到第五集的時候 可能你的沙發表面 堆堆的地方可以坐了 不見了 對 可是你再繼續往下堆 堆堆到第八集的時候 可能你已經看不到地面了 第九集 甚至你可能假設 你上面有個吊燈 它已經到吊燈頂了 這我好像看到牟利維那個 我要唱歌嗎 我好忐忑喔 好 所以這個程度 到什麼時候 就是自己有問題了 通常超過第五集 就有點問題 可能他要嘛 就尋求專業整理師 去教導他如何有效 有系統的整理 不然他就要尋求 智商師或是精神科醫師 處理一下心理問題 好 OK 不要堆那麼多 不然我們就弄一個 整理的箱子 把它放起來 東西這樣堆起來 兩位竟然皺眉頭 為什麼 我明明要整理 弄得整理一下 你為什麼說不可以 有人認為 疼疾症已經是一種精神疾病 疼疾症會出現在 很多其他精神疾病的共病 就是例如說 你有嚴重的憂鬱症 那是不是會出現 我剛剛講的可能自聯 或是想要控制有挫折 你就會用物品來補償